深夜这个开车赶路的女人突然尿急打算在野外上的厕所 可还没等她找好地方 不远处的黑暗中突然亮起了两盏大灯 毫无防备的女人好奇地看着灯光的方向 不料尽发现有个壮汉拿着电锯朝她走了过来 女人见状下的立刻回到车里打算逃离这里 第二天警方接到一位清洁工报案 她在一座商场的大厅打扫卫生室发现一只被冰冻的人手 从发现现场的宝洁大妈口中得知 一个小时前她就看到那个袋子放在大厅中间 起初她以为是游客的东西就没敢动 后来她看一只无人认领才打开袋子并报了警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抛尸 陈副队立刻下令筛查商场监控不放过任何可疑的人 很快 技术科小倩根据宝洁大妈提供的时间 在监控中找到了那个丢下袋子的男人 不过由于对方有意在避开着监控 所以不管哪个角度都没有拍到她的正脸 精通犯罪心理的灵队看着监控很疑惑 因为一般凶手为了逃避罪行都会选择人烟稀少的地方处理事块 而此人却恰恰相反 她不但选择了人来人往的闹事区 甚至在打扮上还没有任何伪装 林队话音刚落 警员阿杰就从法医那边带来了那只断手的检验结果 报告显示在死者手腕被切断的组织上发现大量的细小木屑 而且在冰块中还意外检测到一些亚硝酸盐的成分 这就说明这些冰块很可能来自置冰工厂而并非一般的冰柜 由于现在没有其他线索 警方只能沿着冰块来源冰分多路 对本市的几家置冰工厂分别展开调查 经过长达五个小时的奔波与走访 最终警员们在南郊一个冰库内发现一个浑身是血被绑起来的男人 而在他的旁边 竟然还整齐摆放着二十多个已经被冰冻切割的尸块 从这些尸块的特征来看 他们拼在一起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警员们对现场进行仔细地勘查后 除了在冰块上发现一个头身分离的木质网偶以外 看来凶手在完成作案离开时对这里进行过打扫 将遇害的男人和被肢解的女人带回警局后 警方根据容貌很快确认了两名死者的身份 男人名叫周鹏 二十六岁 是本市一家饭店的老板 女人名叫秦小雅 二十七岁 是男死者周鹏的妻子 阿杰已经通过电话与他们的家人进行了沟通 周鹏的母亲称儿子前天带着儿媳一起回乡下看望老人 并在当天傍晚吃过晚饭后离开村子回了市区 在结合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 看来两名死者是在回事的路上被凶手掳走并杀害了 陈副队听后拿起那个头身分离的木偶告诉大家 如果这个木偶是凶手故意掰断放在现场的 那就说明凶手极大可能是在用他讽刺死者 而这对夫妻中只有妻子被分尸并动了起来 这就进一步说明真正让凶手怀有恨意的是这个女人 因此陈队认为可以从女性死者的社会关系入手展开调查 林队听后很认同他的猜测 不过更令他疑惑的是 凶手为何要在商场抛尸暴露自己呢 林队话音刚落 陈副队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里面传来一个神秘人的声音 对方称自己绑架了两个女大学生 如果警方不能在三个小时内找到他们被绑架的位置 那么他就会像之前那样将他们切成一段一段呢 本以为仇杀的案子突然变成了无差别作案 警方立刻对目前寥寥无几的线索展开分析 林队留意到两名女生被绑架的不远处很像是一个灵场 再结合女人第一次被切割石皮扮上发现的那些木屑 他怀疑这个连环杀手很可能是一名伐木工人 得到线索警方立刻出动对市区周围的伐木厂展开搜查 可由于范围太大 分头行动的警员们接连找了五六家都未发现两个女孩的踪迹 眼看两个小时的时间越来越近 林队这边来到一家伐木厂碰到了一个值班的工人 他当打算向其打听一些情况 不料眼睛一撇突然看到了旁边电锯上的血迹 工人见世纪败露转身就打算逃跑 林队二人立刻追上去并与其发生搏斗 可过程中由于体型相差过大 林队的枪不慎被打到了地上 就在对方捡起枪准备对着他扣下扳机时 赶来的陈副队直接开枪制止了嫌疑人手上的动作 随后警方对这片伐木厂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很快警员们便在木头后面发现了两名已经聚成解决的女孩 众人看着这一幕 内心纷纷都开始自责没能成功救下他们 回到警局后 林队本以为这起无差别连环杀人案已经结束 可当警员对那名被击毙的工人进行调查后 这个名叫刘山的男人一周前才刚刚出狱 看守所的档案显示此人智力有很大问题 而且从在其身上发现的手机通话记录来看 这个刘山在每次作案前都与另一个号码有过通话 不过这个号码并没有注册的信息 所以暂时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 林队听后想起商场监控中那个身材瘦弱抛尸的男人 他认为刘山极大可能有个同伙一起作案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林队二人来到两个遇害女孩生前所在的学校 从他们的辅导员口中得知 昨天下午他带着几个同学一起去话剧团看了表演 傍晚表演结束后因为车子坐不下那么多人 于是那两个女孩就主动提出让其他同学先回去 而他们则准备打个网约车回学校 直到今天上课时 学校怎么都联系不上他们才意识到出了事 得到线索林队立刻回到警局调出了话剧院门口的监控 结果很快发现了两名女孩叫的那辆网约车 对这辆车进行持续跟踪后 发现他昨天从伐木厂回来后开进了一座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发现了这家小区的物业 可对方并未按照车牌发现这辆车子 不过值班的门卫称小区倒是经常有辆同款车型的车子出入 林队听后怀疑嫌疑人应该是对车牌做了手脚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他隐藏在小区的停车场对那辆车进行了蹲守 很快他便找到了一辆与监控画面中一样的车子 更巧合的是 车上下来的这个男人看上去与商场抛尸的嫌疑人身形十分相似 林队见状立刻跟上去随此人一同进入了电梯 封闭的空间内男人似乎也有所察觉 他突然转身很狡邪地对着林队笑了一下 林队没有理他假装害怕的路人躲开了对方的眼神 不过另看意外的是 当林队一路跟随此人来到小区门口的书八时 对方不但反客为主主动和他坐到了一起 甚至直接嚣张地称自己就是策划这一切的凶手 林队听后立刻将其带到了警局的审讯室 可面对审问男人又开始表现得很无辜 他称不明白警方为何要抓他 并且对之前在书八承认自己是凶手的事情也势口否认 出来审讯室 小倩这边很快调查出了此人的真实身份 男人名叫张辉 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 巧合的是他与刘山一样 五年前一位过失杀人入狱半年前刚被放出来 看守所的档案显示张辉从小家境优越 不过在六岁他的父亲因为生意失败突然开始酗酒 不但经常殴打他的母亲 甚至在一次争讨中还不小心踢伤了张辉的下审 而正是那次的受伤 彻底导致张辉失去了男性正常的功能 从他的这些童年经历来看 张辉策划绑架那些女人多半是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心理需求 可无奈现在警方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 再加上张辉的律师已经来到警局 在审讯24小时无果后 陈副队只能不甘心地先将此人放了 本以为好不容易有了眉目的案子又要搁浅 没想到下午警方再次接到报案 一名出租车司机被人杀害死在了车内 巧合的是这名男死者头上的伤口 与第一名制兵场男死者额头上的伤口很是相像 无论是伤口的位置深度以及形状 都很像是一种源头的锤子造成的 这就说明杀死三名死者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回到警局后 林队仔细分析了这几起案件中的作案手法 从前两名死者的试检结果来看 制兵场内的现场同时出现了电锯和锤子两种致死伤 如今杀害两名女学生的电锯杀手已经被警方击毙 这就说明很可能还有个习惯用锤子杀人的嫌犯 也参与了内辞职兵场的作案 而法医鉴定出租车司机的死亡时间是在昨晚的凌晨两点 这个时候的张辉仍在警局接受审讯 这样看来张辉很可能还有另一个同伙 而他这个同伙如此着急冒险作案的原因 多半是为了给张辉洗脱作案的嫌疑 至于这个同伙的身份 林队认为张辉刚刚出狱不久 再加上刘山同样的经历 他认为另一个同伙很可能也是张辉在服刑时认识的人 王局听后立刻打电话联系了看守所 很快警方便在最近出狱的名单中筛选出一个名叫田桂生的男人 此人十年前因为侵犯女性被捕入狱 而他入狱前的工作恰好是一名打锅的铁匠 更重要的是 林队在调查张辉的账户时发现他刚好有一笔对田桂生的转账记录 由于知道田桂生藏身之所的人很可能只有张辉 警方再次将其带到警局并展开测谎 可无奈林队对市区各个方向都进行了诱导提问 从没有变化的数据上来看 张辉似乎早就有所准备 就在警方头痛如何抓到此人的证据时 小梗突然走进来称南郊有位村民看到了田桂生的踪迹 得到大概的方位后 警方立刻去车赶往南郊对此人展开搜捕 为了能尽快缩小搜查的范围 林队一边赶往南郊一边在车上对张辉进行测谎 而张辉似乎对田桂生的藏身地点很有信心 林队见状吩咐小倩沿着外环先走一圈 不料就在他们路过一家废弃工厂时 张辉的心理曲线突然出现了很大的波动 察觉到一场林队立刻将车拐进工厂 他吩咐小倩留在这里看守张辉 而他和其他人进入工厂寻找田桂生的下落 可林队前脚刚走 没想到张辉就突然发作从后面勒住了小倩的脖子 幸好王菊带人及时赶到直接将其击毙 另一边走投无路的田桂生利用地形优势与警方展开对峙 不过很快还是被赶来的警员给微博下来 将其带回警局后 田桂生很干脆地交代了一切 他称他和刘山在监狱服刑时就被张辉给找上了 对方称只要出狱后听他的话 就能保证他们以后吃喝不愁 本来他和刘山没打算跟着他混 但后来出狱后他们听了张辉分开作案的计划 而且答应完事以后每个人都会拿到50万 再加上他们出狱后又不好找工作 于是便答应了张辉 但他们后来才知道 张辉杀人的动机只是因为他那方面不行 想获得满足感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